将近25年前写的一篇对未来世界的预言 只不过当年算术不太好 60岁应该在2025年 和大家分享这篇原来名为2015的故事 或许当年的梦还是有机会实现的 7月2025年我60岁 人类大部分的工作已经被电脑取代 连政府运作都被类神经电脑网络控制 早上7点59分我从床上跳起 因为我的管家程式帮我设定的起床时间 定在8点整 这套管家系统非常尽忠职守 它总有办法让你在8点之前离开床铺 电极是这个时代电脑用来提醒人类最佳方式 其实我早就应该换一套新的系统了 因为我的管家总是把叫我起床的电压搞错 虽然我已经60岁 但是身体依然健壮的像头牛 由电脑调配的饮食 已经没有健康上的问题 只是在口味上也牺牲了 顺便告诉你 年轻人是听不懂我说 撞的像头牛究竟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十几年前 已经因为一场人畜共通疾病的流行 而禁止去养所有动物 20世纪末电子宠物的流行 风潮到现在仍然继续风行着 只是名称改为虚拟宠物 若你没有好好教育你的宠物狗 而让它在街上虚拟排泄的话 警务系统是照样会开你一张污染环境的罚单的 我的管家系统手艺非常好 尤其是他做的咖喱饭 色香味俱全 让你几乎忘记 这是生化科技所发展出的合成实体 不过今天早晨 我吃的不多 因为这已经是我连续第126餐吃咖喱饭了 今天是我发新日 我下地决心再买一套料理程式来更新我的管家系统 8点37分是我该出门的时间 现在的大众交通网路已经相当发达 公车直接从家门开到公司门口 不过也是因为90%的员工都住在公司宿舍中 虽然说8点37分公车会到我家门口 但是也并非全然没有弹性 30秒的等待时间已经是对在公司服务满20年的员工 特别待遇已经到了特权边缘 所以管家系统准时的把我食不下宴的早餐收走 好让我能准时搭上车 一般来说到公司的车程一定是12分半 因为所有车辆的行车速度及动线都经过精密计算 除了特殊用途车辆可以不受限制外 这套系统解决了塞车空气污染和能源等问题 但也把所有机构的办公地点及上下班时间做了严格的规本 任何一家公司不在指定的范围设厂和指定的时间上下班 就必须自行开发和这套系统相容的城市 而这样的开发费用还包含了一笔可观的权利金 是少有人能负担得起的 所以除了这段上下班时间 接上少有其他交通工具 不过也因为这样交通事故也极少发生 不过今天非常幸运 我的公车发生了车祸 和一辆崭新的Pens跑车擦撞 因为全部是城市的设定 所以通勤公车无人驾驶 而这台Pens是安装意识控制元件 卫星辅助导航 多处理器的超级豪华跑车 跑车驾驶是位年轻貌美的女郎 她似乎不太在意发生了这些意外 公车乘客全都靠向发生擦撞的窗口 打算瞧瞧这一难得的事件 同时交通系统裁决原件也来到现场 这时候我终于知道 跑车驾驶为何能气定神闲的 对这个车祸示弱无阻 裁决原件竟判公车城市设定错误 会让特殊用途车辆先行 我听说像Pens这类双P车子的销售系统 跟交通网路系统早有勾结 在买车的同时做多付一笔 所谓的系统改良费 销售系统会自动破解 交通网路系统的注册码 让你的车摇生电成为特殊用途车辆 可以在任何时间上路 空行无阻 在裁决原件判定之后 有Bug的车辆就不得再行驶 所以我们只能下车等待备用系统 派车 而看着那辆Pens盛亮而去 我的工作性质是歌手 在现代来说 歌手并不是歌星 所有在目前演出的角色 已经都被合成艺人替代 而歌手只是提供声音让电脑取样 竟然合成新的声音罢了 今天原本预定九点半开始录音 因为之前的交通事故而延迟了十分钟 可是我并不会因为迟到而被扣心 整个社会管理系统 替所有人以电脑都保得险 像这一类因外力而污点的事件 都会领赔 所以和我搭同一班通勤公车的人 今天都获得额外的补助 而在下次之星时候就可以领得到 九点四十分录音正式开始 这个录音是相当大 同时可以有二十个录音工作同时进行 今天来录音的人都跟我的年纪相反 我猜可能是电脑从一九九一年的 畅销歌曲名单中搜寻出来的 很快的我证实了我的猜测 因为林志选正在我隔壁录音 所有的制作人都是电脑所录的曲目 都是当年曾经唱过 我看着荧幕上出现认错的歌词 不禁自言自语起来 这国人是首世界名曲 不巧制作人听到 以为我在跟他搭讪 用他的合成语音回导我 正确使用两国语言的排列组合 可让多国家人类容易明了异役 哦 制作人说得很认真 我听着觉得很反馈 不过谁叫我今天只是来录个声音呢 算了吧 我暗暗地对自己说 正式录音才是我的苦难开始 制作人不停地打断 要注意拍子和音准 仿佛音乐构成要素只有这两项 其实我并不是不能接受这音音 只是电脑制作人提醒你的方式 又是跟管家系统叫你起床的方式一样 虽然电击不会造成伤害 但是绝对会造成压力 在制作人好心提醒十次之后 你就再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会唱歌了 我趁着喝水空档 偷瞄一窗之隔 林志炫的录音状况 发现他似乎完全没被电击 哦不应该说他完全不受电击的影响 远唱得没开眼笑 突然间散了吧的专辑封面浮上脑海 过往的记忆还没来得及厘清 我又被制作人善意的提醒给电了回神 还是应准了拍子的要求让怒火中烧 开始质问制作人 你懂不懂唱歌是要感情和个人风格的 这次电脑制作人停了三十秒 没有电击 没有反应 正当我打算猜测制作人系统是否陷入某种无限回圈之际 他在我面前的荧幕上回答了我的问题 本系统资料铺中并未直接定义唱歌之感情 及个人风格之意 你如果是指音乐频率中所容忍的误差 本系统会在后置处理中自动随机调教 在八个小时不停电击一下 制作人得到了他要的取样声音 而我则获得了一次解脱 离开录音室之前 我绕到早就下班的隔壁 看看他们的进度 天 林志炫已经把他曾经唱过的歌都入完了 下班的通勤公车还没来 打算去买新料理城市的念头 也因为沮丧的心情而作罢 坐在公司大厅的角落 看着网络及时新闻 突然见到一张熟悉的脸 那不是早上那位 Pens的驾驶吗 原来他是柔软 Very Soft公司的新继承人 柔软开发出现代所有的应用程式 像交通网络系统 就是在天窗25的环境下开发的 对年轻女郎 玛丽盖茨召开记者会发表最新的天窗25软体 管家25 Home 25 听说测试版就销售了一亿套 不过我也听说测试版本的Bug 也导致了一些使用者吃完管家25合成早餐后就中毒身亡 回家的车程也是12分半 管家系统已经把热水放好 晚餐准备妥当了 我按上睡眠设定键 取消晚餐后的所有行程 因为我真的累了 我只想好好的睡一觉 但是我的管家系统好像出了问题 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 我努力地按着取消键 却无法停止管家的怪异声响 等等 这个声音好熟悉 那是 那是 那是闹钟 是20世纪的闹钟 早上7点59分 我从床上跳起 因为我的起床时间并在8点整 闹钟非常尽忠指手 在没变之前总会尽力地喊叫 今年是1997年 我庆幸着刚才只是一场梦 正打算在赖个半个钟头的同时 却听到妈妈在厨房说 赶快去床哦 今天我要做你最喜欢吃的咖喱饭哦 好